据台湾媒体报道 刘德华一月中在泰国近郊的马场拍摄广告时坠马受伤 导致脊椎受伤盆骨撕裂 目前已经回家休养 进行第二阶段复健治疗 20日该广告曝光 画面中刘德华饰演牛仔 不过所有骑马或者拍到马的画面全部被剪光 广告中华仔走出马厩 在广阔草原上为长枪装上子弹 对准天空目标发射 模样相当神奇 接着他依靠在马厩的木栏上喝着绿茶 油染自得 不过引起大家关注的是 整部广告没有任何牛仔骑马的英姿 甚至连马匹画面都没有 显然全被删除 刘德华18日也在官网发了新动态跟短片 向心急如焚的粉丝报平安 请他们不用过于担心 本片中他一身牛仔装扮 以背影世人走在马厩里 下方的文字则写道 每一天做久一点点 每一天站久一点点 会有一天向前迈出第一步 我硬了 安慰粉丝自己的身体状况 一天比一天还好 让粉丝暂时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这世界很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